首先我非常看不起現代漢奸 因為這些人自己走了老去了外地 以為我繼續呼籲別人犯法 我自己也沒有事 安全 從而其實是何了別人 在我們立法會選舉前 都有人因為轉載了許智峯 叫人家投票的違法行為 從而自己是犯法的 對於這些可以說是出賣了一些信任的人 在香港信任的人自己走了老 去到在外國的主旨下面 胡搞虎威 有人包庇他 因為他還有利用價值 但我覺得這些人當他的利用價值沒有了 就會是棄出的 出賣人的人 翌日也會被人出賣 所以我很相信這些人 第二天我們一定有機會將他們重新拉回來 野生條立法是必須的 我想除了我們是一個憲制責任 因為基本法或國安法都規定 我們要為23條立法 但另外亦都有一個實際的用途 因為雖然我們有一個香港國安法 裡面有四個罪女 當時處理了最迫切的一些情況 但其實23條裡面有七個罪女 裡面的國安法只是包含了兩個罪女 另外一些包括叛國罪 包括一些國家機密的罪行 亦包括一些在外國一些政治團體的活動 或者香港的政治團體怎樣跟外國政治團體的聯繫 這些立法工作都未包含所以我們要做 特別是有關於間諜方面 因為在23條裡面 偷舍國家機密裡面有提過有關於間諜 但裡面似乎是不足以處理現在的情況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好現在23條立法 令到我們國家安全人得到更好的保障 我們有麻煩的 Thank you 今天晚上的登頓 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